慢性萎缩性胃炎有比较特征性的表现 比如胃粘膜颜色变淡 粘膜下血管透见 粘膜皱臂细小甚至消失 当萎缩性胃炎伴有腺体的增生时 粘膜表面粗糙不平成颗粒状或结结状 萎缩性胃粘膜脆性增加容易出血 可以合并有泥滥造 在病理学检查中可以发现胃粘膜内有腺体的萎缩 化生增生甚至严重的可以发现有癌变 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治疗 包括一般治疗 一般治疗就是饮食上的调整 要剂烟、陷酒 避免使用胃粘膜损伤的药物 比如说阿斯匹林、消炎痛等药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